哈囉,我是安切,這次會快速帶來台版上市發布會所提到的幾個重點 除了會提到遊戲開服時間、上市版本、在地化內容 還有玩家比較注重的遊戲壽命,將會分析給大家參考 OK,歡迎來到安切ブレーゲット 台版終於不再是遙遙無期的等待 這款遊戲從韓國2018年11月7號上市將近三年後 才在2021年8月9號由樂意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確定台灣代理權,到現在公布的上市時間 明年2023年1月12號 從樂意接到代理到確定上市,總共花了一年有五個月的時長 在發布會中也有提到遲遲不上市的主要原因 要將遊戲內容再立化,包括文字翻譯、聲優配音 其實都蠻花時間的,還有台灣地區專屬實裝和音樂動畫 是可以看出樂意的用心 但其實配音部分跟日本買配音就可以完事了 也許效果會更勝在地化配音 再來是上市後的版本最終BOSS,直接就是日月錄 發布會的最後也提到,會快速進行核心內容改版 儘快帶著軍團長與各位相見 但也沒說明有什麼快速提升玩家裝備等級的活動 這將代表台版這座山非常難爬 一上市就是至少1400的裝等目標 樂意也沒有特別說明台版裝備經驗機率是否有改動 如果比到原版不課金至少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可以預期第一隻軍團長巴爾坦可能會在4月開放 可以說是非常的趕 樂意這種方式就如同我早期影片所提過的 快速改版 迫使玩家有追趕進度的壓力 不課金進度就慢著飢餓行銷 當然無課也是能玩 就是進度會有很明顯的斷層而已 我個人建議啦 想靠這款遊戲多少賺點小錢 打平遊戲支出的話 一開始就要抓準時機去投資你的裝備跟刻印 那再來說一下系統優化內容 有玩過風車的外服玩家 其實都有發現到 整體系統版本都是最新的 包括簡化三腳架、綜合副本選單 頂地種植跟寵物牧場都有 所以台版實際上跟外服版本 會有所差異的只有職業數量跟開放的關卡而已 而台版的上次發布會 螢幕背景所提到的無轉蛋系統 其實已經令很多人誤導 嚴格來說這款遊戲本身是有轉蛋機制的 像是卡片、傳說實裝 只是原廠的手法相較於天堂RO系列的遊戲 友善很多 主軸並不是依靠轉蛋系統變強 所以我想發布會這邊所表達的 應該是只依照原廠原裝 並沒有打算做個台灣特別版的轉蛋系統 那卡片部分 我則是比較希望台灣代理能夠獨立製作流浪商人警報器 這會比較實在一點 再來發布會提到對於工作室的防範方式 除了簡訊OTP、內建外掛偵測、機器人監控系統等等 其實它有講到重點 重點就是防範不了 像Steam亞馬遜這種規模的公司 至今對於失落的方舟 都還找不到最好的工作室防範手段 所以各位真的不要只出一張嘴去要求 來這邊有樂意招募ARK 遊戲茶器專員的工作機會 真的堵爛外掛到無法呼吸的 可以來報名 成為杜絕外掛界的英雄 最後來跟大家聊聊遊戲壽命 其實玩網路遊戲最怕兩件事 就是開發跟營運只要其中一個中指 都會造成玩家巨大的損失 目前還沒看過哪款遊戲中指開發或營運 會退錢給玩家的 就算會退錢 你所投入的青春也是一去不返 整段回憶連思念的方式都沒有 那我們先從上游來說 開發商對於遊戲開發的內容 多少能看到一款遊戲的壽命 目前常售的網路遊戲至少都有兩個要點 第一是職業多元 第二是活動更新快 拿風之谷來說好了 職業多改版快 能增加玩家的裝備 銷售管道 還有代理商的實裝販售 活動多可以讓玩家有事做 這很重要 因為網路遊戲玩到最後 就只剩下日常、週常等週期項目 沒有搭配活動就沒有新鮮感 目前很多遊戲也都往這個方向在走 拿大作來說好了 魔獸世界、黑色沙漠 也都是紛紛推出新種族或新職業 用新職業帶內容 或是用新內容帶職業 而且每個節日節慶也都帶進遊戲 那方舟的開發商 近期也公開了三個新職業 女狂戰、男拳霸 還有據說是用鐮刀的四魂者 從開發至今 他們就不斷在創造新職業 跟新的攻略內容 每個節日相關的活動也都有做到位 所以基本上這款遊戲是會常售的 畢竟目前俯瞰視角又是3D建模的NNORPG 真的沒幾款 有人說暗黑市出來 方舟就要忍了 蠻好笑的 要用這樣的邏輯去思考的話 那試試不管它什麼類型 只要有新遊戲出 舊遊戲就要量了 我想說的是 人都會跟風 但風潮過了 你退遊 是真的不喜歡 還是因為沒主見 就我個人所觀察的 失落的方舟 真正的對手 還要很久才上市 他是拳頭設要做的NNORPG 那是什麼遊戲 你就設想 假如英雄聯盟變成NORPG 會有多好玩就好 當然暗黑市我也會玩 因為預計那個時候 方舟的進度 我只要做做週場 偶爾做做美日就好了 兩者不會強碰 再來從代理商來思考營運 樂意他是橋外資公司 也就是非台灣 非大陸的外國人投資 是由韓國董事持有大部分股權 而旗下的遊戲 雖然都實屬冷門 卻仍然有在營運舉辦活動 雖然上網搜尋到的評價 一面倒 但方舟算是近期的知名網友 很多代理商 都是因為一款遊戲而知名 從發布會就能看出 樂意想藉由方舟 重新樹立新的傾向 所以啊 暫時不需要去擔心 裝置代理的部分 遊戲代理商的好壞 佛心也要適度拿捏 代理太佛心的話 玩家對遊戲就會失去黏著度 像是裝備很好衝 任務獎勵太豐富 那代表我只要久久玩一兩次 就能追上版本進度了 這會導致愛玩不玩的心態 就很容易會被其他有趣 又花時間的遊戲給吸引 像是最近停止代理的 古建奇藏網路版 它商城一樣也是沒有販售 影響平衡的道具 裝備進度也很好追 但是技術卻要花很多時間練 就會造成副本小白很多 挫折感大又要花很長的時間成本 所以建議台版在追版本進度 可以讓大部分的玩家循序漸進 像Steam版本這樣 去參考平均裝等 來決定關卡試出進度 台版玩家並不是每個都玩過外服 給新玩家一點適應時間會比較好 當遊戲只剩少少的老鳥跟高端玩家 那款遊戲的壽命就差不多走到盡頭了 因為目前網遊的趨勢就是這樣 老玩家是不會照顧新玩家的 除非性別正確,智商在線 簡單來說遊戲會不會倒 就算排除了開發跟代理 還是會回到玩家本身 如果你是新玩家 一定要去了解這款遊戲 並不是你想的那麼複雜 也不會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只要記住一個字 能過則過 就跟人生一樣 前中期會很辛苦 後期非常養老 適合戀愛養成 那最後這邊有官方公佈的台版違規政策 有興趣的可以透過連結去看看 那比較重點的幾項我先提出來 不當言論 包括喜瓶、辱罵、騷擾局員 為造文書陷害他人 還有不當ID 像是假冒官方人員 影射政治人物本名 還有RNT 包括現金交易 遊戲帳號買賣等行為屬實 再來是外掛 使用外掛或輔助程式進行遊戲 跟各位重生認知 輔助程式一直以來都是外掛 再來是工作室 大量帳號以組織性集團性的方式 影響遊戲生態平衡 最後是資料異常 例如接收來源異常的遊戲金幣跟道具 OK 那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這次的內容有幫助到你 可以按個讚讓我知道 別忘了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關注這個頻道 如果影片內容有不足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補充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台福見